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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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歡迎我們來 韻音夏老師來我們現場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夏老師 我們最近幾集針對成交量 搭配短線的一個價格 來做一些變化和推延 今天我們持續的 根據上一次的案例做一些延伸 我們從這一次 彩晶的一個案例可以做一個 更細緻的一個透色 其實我一直覺得 很多散戶朋友一直 跟我們提說 現在這種 高級騎水位 你想要做波段 當然多頭驅是正旺 沒有人想要跟著對坐 但是這種高級騎水位 操作起來就是有一點怕怕的 所以您會建議說 如果是我現在手上完全 沒有任何的持倉的 我想要進行投資的話 你還建議做 波段上的一個 中長期投資還是說 其實就是短線形態 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都有 其實都可以 也不見得不行 包括 可是我手上沒持倉 對 沒持倉空手的朋友 我會建議 有一個 在下個單位我們再提好了 叫CV轉換 你針對有發行CV的 CV 然後呢 你去看它的一個凍結期 那股價過了凍結期 商品價格就是 商品的價格 股價 站上轉換價的 站在投資加上操作的角度 其實都還有一段非常龐大的 這個就是中長期了 那是屬於中長期中 就是大波段型的 那至於個股的部分 我們今天利用我們在前幾個單元 講到交易量 那交易量最極致 我們講到最極致就是單重 那如何一秒鐘 因為一秒鐘就要成功 那你說怎麼做 舉例 我們先去 回顧過去歷年來 歷年來 從我開始接觸這個市場 這二十幾年來 市場我們都有一個傳聞 就是說 市場這麼多集團裡面 最會做股票的叫華興集團 就是早期的華興教老闆 有夠夠做股票 既然這麼會做股票 那我們就以 他的旗下的這些子弟 並這些個股 那我們來觀察 你能不能擊敗大盤 就是說 針對他的操作模式 其實你了然於胸 那怎麼樣去了然於胸 我們就看成交量 因為價量是真實的 交易價格的展現 那你從交易量的變化裡面 你找出如何擊敗大盤 超越華興集團 我覺得你做得到的 那我們今天呢 來挑戰一秒鐘當衝 可是在一秒鐘當衝之前 我們還是要把整個交易量 的一個概念模式 各位利用大概十分鐘 了解什麼叫交易量的變化 然後最後 我們用一秒鐘 想盡辦法來擊敗 而且重點是 如果觀眾朋友你在 看我們節目的時間 是開盤時段 你剛好瞬間 就來操作一下看看 對 也可以 也可以 舉例 我們看這檔股票 叫彩晶 這是事後看 我們事後看 他會告訴你 到我截圖那一天 這個馬後炮可不行 對不對 我們叫檢驗 就是說我們講 沒有錯 火車過了吹口哨 可是 還有一句話叫做 史惟禁之心聽 從過去的歷史裡面去檢討 我怎麼做錯了 什麼樣的情況 我可以改進我未來的做法 舉例我們看彩晶 來 各位請看 一直到10月底之前 原本彩晶都沒有交易量 交易量都很低很低很低 突然來一根 突然之間是不是立竿見你 爆出一根巨量長紅 並且我們從K棒的形態 它是不是出現一致突破 那請問 如果站在形態或量價的角度 這一根紅K棒該怎麼辦 當然就買進囉 對 持續做多 當然該買進 因為它已經告訴你 我篤定我要開始做多了嘛 所以才有爆出這根巨量 形成一致突破嘛 問題是 講我好了 我在這一根長紅棒 我買進嘛 隔天馬上形成內困嘛 馬上就被套 當天住套房 那我立竿見你 我就要立馬停損嘛 沒有 技術分析就這樣子 老師 你現在舉的例子是教我們怎麼聽審 對 我講我自己為範本 好不好 我在第一根 那一根紅K棒 我一定會站在買方 嗯 我站在技術分析操作者的角度 我一定是做買進 對 問題是 這不是壞事 它隔天不如預期啊 對 原本我們預期 它應該順勢往上做推升嘛 它沒有 它沒有 並且股價是往下 形成一個內困格局 對 在這種結構 我就絕對 在隔天 我會執行停損 那因為這個停損是我們能接受的 我覺得 技術 你既然是個技術分析的操作者 對 你就要照著你的技術分析 你排不了多少 對 你不能只講 永遠都只講對的 那錯的怎麼辦 錯的你要去檢討 錯的我就照樣執行 所以當它隔天 我是不是停損完之後 對 股價是不是形成一個低檔 它就站不上 對 那你從事後量價去看它 是不是形成一個底角形態 有點W底的感覺 不是看交易量 量 量是不是形成一個底角 對 底角記住 右邊永遠重要性大於左側 因為右邊是即時的 各位請看 如果左邊這個29萬張這一根 這一根叫做攻擊量 好 攻擊量發生之後 它做一個壓縮 為什麼 因為華新集團 很會操作股票 那你就要做停損 好 可是它這一根既然進場的 它其實已經告訴你 我早晚要攻 關鍵在於它什麼時候要攻 各位請看 它拖了將近一個月 又快兩個禮拜 一直拖到11月底 好來了 這一根是不是爆出30萬張的量 你不能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緊繩 如果你在第一根紅K棒 你沒有執行停損 或停損後 你說這支股票我不敢做 沒有 不可能 你就照著做 你就每一筆都做 這一筆是不是來了 對 再進場買進 你就再進場買進 好 上一次 上一次的收盤價 是在10塊一毛五嗎 這一次是不是在10塊一 對 那你要對比交易量 我們講量先價行 就是說成交量會預期告訴你未來的股價 我們從這根量來看 30萬張大於29萬張 它已經擺明告訴你 我這一次要來真的 那你就做買進 那你買進之後 它是不是一路大漲 對 各位請看 到12塊6這個點 12塊6就是最高點13塊7毛五這一天 是不是爆出了更大的交易量 對 這個交易量高達41萬張 很恐怖 一天一檔個股的交易量可以衝到41萬張 從這一張圖來看 各位請看 這裡有一點點弔詭 如果從日K線的角度 你應該到 我們在看節目這個時候 它只要不破12塊6 你必須持續持有彩晶 對 可是當衝不一樣 當衝不一樣 好來 各位請看 看到這裡你看著這張表 請問 假設今天是剛好那一根紅K棒這個時間點 OK 那你看到它爆出最大交易量 41萬9千張是在13塊7毛五這一天 它是出現一個流星型態 沒有錯吧 它是一個流星嘛 流星嘛 可是那流星之後 接下來這兩天 它沒有跌破12.6啊 那請問 你在10.1進場這個多單 一直到最後這一根K棒 請問你是該賣出彩晶還是持有彩晶 這有意思囉 對 你要面對事實 我的看法呢 依照量價結構 你應該要持續持有彩晶 什麼樣的情況你沒有 當它跌破12.6 嗯 就是說你破了12.6我就走 你只根據那個最大的成交量的指標 對你就依照這個結構嘛 因為它沒有破12.6嘛 可是當衝不同喔 當衝叫做我倆沒有明天 就是因為你不打算交割的 是 你面對股票開盤喔 不是先買再賣 就是先賣再買 嗯 你當天收盤前 你是不是就要跟它結算了 嗯 不管任何一檔股票都一樣 好 依照這個量價結構 我們接下來要開始囉 你要一秒鐘就判定 我該怎麼做 這邊要幫這個觀眾朋友梳理一下 因為我們的理論很簡單啦 超那一根成交量最大的 對沒有錯 然後就以它為準的價格 作為一個主要的頸限位階 看最大的那一根就可以了 最大的那一根 為什麼 因為多空看法分歧 所以交量才會那麼大 好 一旦多空看法分歧 台灣話說 台灣話是這麼講的喔 市櫃要挖大邊 你要跟著大塊的那一塊走 什麼叫大塊的 誰贏我就跟著誰 浩浩百戰百勝 我再怎麼笨 我也跟著好好做就好了 對不對 那麼樓下那個小陳 他怎麼做怎麼輸 我幹嘛跟著他做 我也可以啦 跟著他反著做 反向嘛 OK 永遠跟著贏家做 好 所以什麼是贏家 誰贏我怎麼做 好我們來看喔 是不是在12月7號那一天 爆出最大交易量 對 那一天高達41萬張 可是我們事後來看喔 各位請看喔 在12月7號當日喔 開盤之後 不是開盤喔 它是開盤後 有沒有爆出一個霹靂無敵的巨量 有 有12塊7的時候 在12塊7喔 那請問你 我們在做當沖對不對 對 當你看到這一根 股價爆在12.7 並且股價的價格 落在12.7以下 那我就改做空了 你做當沖的人 你該怎麼做 你是先買彩晶 還是先賣彩晶 先賣啦 先賣 因為你在做當沖嘛 那所以出現這種案例一樣啊 你稍待可以 如果各位您是盤中在收看我們這個單元 對不對 一秒鐘就成功 好你怎麼成功 你就去看任何一檔個股 盤中爆出 盤中喔 不是日K線喔 因為你做當沖的嘛 你看日K線絕對來不及嘛 所以你要看盤中 該標的每一分鐘的交易過程 對 你剔除開盤量不看 你看開盤之後 什麼時候爆出最大量 這個最大量 就是你當天的強弱分辨 它在這個最大量之上 你應該站在買方 最大量之下 你要先站賣方 所以 依此 你的當沖的成功率 就可以大幅度提升 我覺得這很有趣 其實我們同樣都是用成交量 來看一下景線上的變化 但是你屬於這個當沖的 短期形態 中期形態 就完全就不一樣 對 但我覺得這邊很有趣的一點 以前常常跟夏老師 如果我們看圖表 可以看得到 當時在這個彩晶 10.15塊的時候 這麼大的一個成交量 這麼多人做多 你說是主力在做嘛 對不對 大戶在做 這些人做了 然後呢 居然股票沒有拉上去 它就總有一天 還會把它拉上來 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一個想法 不是 因為它已經進場了 對 然後進場呢 它要降低市場的貿客 就是說 比方說我們做當沖的 都想搶它帽子 對 所以它要洗你貿客的多單 對 所以各位請看喔 它一洗洗了多久 所以果然是了不起的花心叫老闆 真的 一洗洗了超過一個月 是 你真的對它簡直是自暴自棄 再也不想理它的 它來了 它開始了 所以你既然是一個技術分析的觀察者 是 那你就照著你認為最適合你的 你就照著它 立竿見影就立竿見影 該立馬停損就立馬停損 就照著這個節奏來 對啊 所以我們常講這個 官朋友 事出必有因 對不對 你這麼大的一個成交量 難道就這樣放掉了嗎 不可能 它早晚一定會進場 對啊 所以官朋友 有任何的一個想法 任何的一個提問 其實針對成交量 我常常 剛才才跟蕭老師在聊 我說好像我們隨便看一個技術指標 都認真去研究 其實背後都有很多隱藏的邏輯在 對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 有這麼大的一個量能 為什麼在這麼大的量能之後 居然也沒有順勢的向上推升 是不是背後 還有什麼貓膩 還有什麼因故呢 蕭老師會持續的來為各位做一些解答 觀眾朋友有任何的一個興趣 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你加入蕭老師的Telegram 還有Lineator 我們節目到這邊 也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按讚加分享 就下集再見了 拜拜 謝謝 再見